第1141章 对服 有的人实际上不住在这里了 试魂给陆黎介绍说道 这些改装出来的住所 和公寓楼没什么区别 赚钱多的 都去找附近好地方住了 他们偶尔开车来这里开会就行 明白 明白 陆黎一个劲地点头 亲眼看了大俱乐部的操作模式之后 才算茅塞顿开 无双城的精英团 也有几十个 算下来 人数惊人 这些人和 社会上上班的白领 没什么区别 自然不可能几个人住一间宿舍 事实上 所以最起码也要给个仪式一厅什么的 待家属的话 还要更大 陆黎参观了无双城的布局之后 回去打算和跟号三商量着 建两栋公寓楼 先把大家的住所解决了 好在 现在科技发达了 建筑业基本上实现了机械智能化 建房子不像以前那样今年累月 所以裁决之间俱乐部入住新居 并不需要太久的时间 只是在此之前 陆黎很希望能够多考察几个俱乐部 看看他们的布局 这一层都是健身房 还别说啊 这里算是平时最热闹的地方了 是魂笑着说道 有人叫他像青糖 单身狗想找对象 一个是食堂 一个就是健身房 嗯嗯 这个必须有 陆黎眼睛一亮 迅速地跟着点头 游戏玩家 其实就是宅男 这部分人 整天大门不出 如果不想从游戏 或者网络接触的话 那找对象 就真成大问题了 从无双城这里得到启发 他决定丰富一下 自家俱乐部的社交文化 比如健身房 运动会 棋牌室之类 总之最好能把公会里的 圣男圣女消化掉 夫妻双方都是裁决之鉴 俱乐部的人 背叛的成本翻倍 而且说不定将来生了儿子女儿 也都是俱乐部的后备军 根据游戏产业报告的预测 将来的游戏玩家们 会经历从一线战斗人员 到二线后勤人员 再到三线养老人员的变化 俱乐部形成健康机制后的代表性特色 就是人口老龄化 这几层全部是战斗分析室 大的可以容纳600人 小的 放映游戏里的东西 其实这种分析会议 开得很少了 前两个游戏比较多 据说曙光开放要赛后 俱乐部可以开辟一个 可以容纳所有成员的会议室 谢谢魂哥了 陆黎改了称呼 世魂这人挺磊落的 既然同意了带陆黎四处参观 就解说得很尽责 外面间会议室确实浪费了 时代在发展 游戏的模式也在改变 这种会议室 放在数千人聚集的地方 真心起不了什么作用 弄个小点的 平时俱乐部的赛手们 面对面开个会 交流下感情就足够了 今后什么都可以放进游戏里 说不定发展到哪天 咱们人都能塞进游戏里 世魂感慨到 接下来 陆黎随着世魂走了 吴双城的不少地方 吴双城的人知道 陆黎这几个是打败他们的人 只是他们平时和裁决之间的关系 还算融洽 再加上俱乐部老大 亲自陪同 所以也没人甩脸色给他们看 其实世魂 还打算搞一个联谊活动 被陆黎拒绝了 做出输家提出这个建议 那叫大度 而作为赢家 他们如果答应下来 就有点蹬鼻子上脸了 吴双城的赛手们 刚刚输了比赛 哪来的心情和他们联谊 早上吃过饭 裁决之剑战队 便结束了这一次的前堂之行 下一场比赛 在两天之后 依旧是裁决之剑对阵吴双城 只是比赛的地点 就设在了江南市 主客一主 裁决之剑将获得主场优势 这场比赛裁决之剑获胜 不管是游戏里 还是游戏外面 都稍稍地庆祝了一番 这毕竟是大家一起努力 才获取的结果 陆黎忙完的第一时间 并不是去练集 而是打算把俱乐部的战队 队伏给搞出来 毕竟裁决之剑 这次衣着乱七八糟 而吴双城 却是整齐滑衣的 浅蓝色主场队伏 看起来就比人家矮了一头 一般来说 正规的俱乐部 有两种队伏 一种全色调主场队伏 一种深色调客场队伏 队伏上设计有战队 logo和编码 有的 还有自家应援口号 严格地来说 这是俱乐部文化的一部分 那个 问一下呀 咱们这里有董服装设计的吗 陆黎打开工会频道 问 他打算先在工会里询问了一下 有没有董服装设计的玩家 顺便还可以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实在找不到再去花钱 请设计师设计 才觉知见这么多人 鬼知道现实中都什么身份 找这个做什么 蔚蓝海峰很好奇 找人帮咱们战队设计比赛队服 陆黎说 哦 我来试试咋样 蔚蓝海峰立刻 接到 滚 我小学美术的过奖 有人说 我大学学的工业设计 也是个不靠谱的 蔚蓝海峰的不庄重开篇 让工会氛围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了 嗨嗨 都靠谱点行 不行 跟号三 不得不出声制止大家 别看外界都觉得 裁决之剑多么高大上 就以为他们 工会管理多么严格 可总有一批逗逼 二活拉低大家的格调 有没有 从事服装设计行业的人 实在不行 在校的服装设计专业学生也行 陆黎不得不降低标准 这么一说 果然有几个人表示 自己就是服装设计行业的学生 或者从业人员 工会几万人在线 瞎猫 也能碰到死耗子 那个 你们找设计师啊 不知道我行不行 一个玩家的声音和文字 出现在杂乱的信息中 幸运的背录 你看到了 ID二月春风 很陌生的名字 等级13 名字后面标记了一个裁缝字样 在后面的等级 也不过才高级而已 显然是工会里的生活玩家 而且是混得不那么好的那种 裁决之鉴 有不少这样的人 虽然占了工会一个名额 但是并没有什么福利 所以也就从来没有清理过 只有一个月不上线 而且也没有请假 才会被清理掉 请问你是 陆黎并没有因为对方看起来很弱 而有所怠慢 曙光这款游戏覆盖面非常广 很多人都会进入游戏见识一下 所谓的画时代科技是什么样子 这些人未必真的认真玩游戏 只是把游戏当成了娱乐的手段 或许这个二月春风 就是一位用游戏打发时间的设计师呢 第1142章 卧虎藏龙 沉默了一会之后 二月春风才淡淡地说道 我是郑继风 郑继风 这显然是真名了 可郑继风是谁啊 陆黎一脸的茫然 这就尴尬了 对方说出这样一个名字 显然是觉得 你应该知道 可你偏偏不知道 好在陆黎的孤陋寡文 并不代表裁决之鉴 就没人知道郑继风是谁 郑继风 设计师 不会是我想的那样吧 一个刚才自爆加门书 是设计专业大学生的玩家 快速地发出了自己的疑问 成功地挽救尴尬的某人 郑先生 是继风工作室的老板吗 一个服装设计 从业者小心翼翼地问道 是的 郑继风话不多 骨子里似乎透着一种高傲 老大 继风工作室 是目前国内市场 最大的服装设计品牌之一 独揽了国内奢侈品牌 至少三分之一的设计业务 掌门人郑继风 绝对是一个屌炸天的人物 只是这些年 已经很少出手设计服装 陆里很快通过别人的 私聊知道了 郑继风这个人 总之就是时尚圈的宗师级人物 他成名比较早 现在恐怕已经40多岁了 后期的时候 可能因为思路上的一些问题 出现了一些败笔 但是季风工作室 却一直是国内的服装设计荣耀级殿堂 在工会里聊天 也不是个事 所以陆里很快拉了一个讨论组 郑继风 他本人 根号三 顺便还拉了几个懂服装设计的人 这几个人进来之后 就看到工会的两位老大 还有郑继风 他们挺有意思的 都是先是和郑继风问了一声好 然后才一句陆里 老大好 会常好的 和陆里与根号三打招呼 虽是小细节 但也足以说明 郑继风在服装设计这一领域的权威了 郑先生你好 没想到工会里 还有您这样的大神啊 根号三比陆里更擅长和这样的人打交道 而且他比陆里更懂得服装设计行业 陆里长这么大别说是找设计师专业定制 之前都买的摊货 就算是 现在两兄妹也真没买过多贵的衣服 一两百块钱就算不错了 对于他们来说 衣服的作用只在于遮羞和保暖 大神 在游戏里 你们才是大神 至于服装设计 圈子 我只不过是一个无所事事的仙人了 郑继风说 无论什么行业 能做到您这个地步 总不是侥幸来的 那咱们也不客套了 根号三开门见山地说道 我们想请郑先生帮忙设计一下队服 不知道方便不方便 啊 报酬方面 不是裁决之鉴给不起高价 只是现在工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 所有的人都勒紧了裤带在 何时间赛跑 陆里和根号三 显然都不可能往这个上面投太多钱 实在不行的话 他们就打算让设计专业的学生 随便设计设计 报酬就算了 怎么说我也是工会的一员 郑继峰原本稍嫌冷淡的口气 缓和了一些 工会氛围还是挺不错的 不像其他工会一样乱踢人 我已经很久没动手设计衣服了 这次免费帮工会设计几款队服 那真是太感谢了 陆里和根号三非常开心 免费帮忙 谁不喜欢 而且还是这样一个业界如此牛掰的人物 至于对方说 工会氛围好不踢人 他们其实是有些汗颜的 高层之中也就白色的面包 才会如此关心这些下层玩家吧 当初建立工会机制的时候 根号三和陆里都动过定式清理低级玩家的念头 几乎所有的俱乐部工会都是这么干的 工会等级越来越难升 任何一个名额都弥足珍贵 踢掉一个级别低的 就能空出位置来收级别高的 只是白色的面包比较反对 再加上陆里和根号三 不像工会发展过于冒进 在降低了招心节奏之后 倒也不在乎这点名额了 平日里白色的面包会 经常关心这些低级玩家 所以 二月春风也就是郑继峰 才觉得工会氛围好 有没有考虑过用什么颜色 郑继峰问 没 陆里和根号三 风格呢 没 算了 你们忙你们的去吧 剩下的这几个也都走吧 郑继峰懒得继续问了 陆里和根号三退出聊天室 然后去找了白色的面包 工会里这么多人 现实中五花八门各行各业的都有 有价值的 可不仅仅只有精英团 今天这事 就告诉大家一个道理 真人不露像 谁能想到 一个等级不过20 生活技能更不是大师级的普通玩家 会是时尚圈的大佬 平时工会里遇见这样的人 都应该记下来 将来总有用到的时候 再说了 不管游戏里怎么发展 陆里他们 还是活在现实世界里的 将来 谁知道现实世界里会 发生什么事情 关注这样的人 并不代表要去打扰他们 有些人玩游戏 不喜欢被人打扰 更不喜欢别人带有目的的 接近 陆里和根号三所希望的 就是让这些人对工会 有一个最起码的归属感 白色的面包当然没意义 他一直反对 踢掉等级低的人 按照他的想法 真正健康的工会环境 应该是一个温馨温暖的家 等级并不能代表一切 只要人品好 真正需要他们的时候 就可以为工会出力 当然 他也不是不通事情的人 也知道高等级玩家 对工会的重要性 白色的面包眼下 正在筹划着 建立裁决之间的分会 将来或许会专门 接纳生活职业玩家 以及部分休闲玩家 郑季风的效率非常快 很快就把设计出来的对服 展现在了怒力面前 深色调的 以黑色为主打 浅色调 以白色为主打 都是平时最普通的颜色 但是经过设计 似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 怒力原本还担心 所谓的服装设计师 设计出来的衣服 是不是只适合替台 很多替台上展现的衣服 拿到现实中 恐怕没人敢穿 万一把对服设计成那样 队员们被人 指指点点地嘲笑 可是会影响士气的 见了食物之后 他才放下心 做出来之后 他可以坦然地 穿着这两款衣服上大街 郑季风表示 这种只是工会队服 任何人都可以穿 他还会继续为俱乐部设计一套 只有赛手才可以穿的衣服 以示地位尊崇 只是有些理念上的东西 还需要斟酌 所以至于接下来的比赛 裁决之间的赛手们 会穿着这两款衣服 出现在赛场上 科技发达 样式设计好 悬疗又简单 量体裁以后 很快大家就有了属于裁决之间 自己的队服 第1143章 无情打击 等级六时 对曙光玩家来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 更广阔的地图 要塞系统 工程战 情侣系统 但是六时级是无法一蹴而就的 所以陆离 在保持一定 练剂时间的情况下 也开始跑地图接任务 魅力值低 没关系 剧情任务 才需要看NPC脸色 悬赏类任务 只要符合触发条件 就能领 难点 只在于触发条件 还有任务怪的位置 而触发条件 则经常是副本通关 比如通关斯坦索姆 基本上就能截取 塔纳利斯的悬赏任务 而通关黑石深渊 则对大部分的黑石山 周边几张地图的悬赏 有着绝对的优先权 更别说陆离那是首杀 很多人根本满足不了条件 限于系统法则 NPC就算想发布给你 也没办法 而这些这对 陆离完全算不上难度 他首杀过很多副本 不为人知的隐藏怪物 都能被他找到 悬赏任务 有不错的经验和道具奖励 据说运气好的话 甚至有可能有强化技能书 陆离对此嗤之以鼻 在击杀希尔斯布莱德丘陵 一个稀有怪客雷普赛斯之后 陆离突然想到了一个 刷拉文获得庄园声望的速成方法 上辈子所知的事情很多 都能利用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记忆不可避免地开始模糊起来 偶尔才能闪光般地亮起 这个方法并不困难 而且可以反复刷 只是要消耗一定的金币 这个任务一个人也可以做 尤其是陆离这样实力很高的盗贼 但是如果是两个人的话 似乎更容易一些 陆离这样想着 然后联系了水精灵 水精灵大概在打副本 一时之间脱不开身 不过 他也没让陆离等太久 大概几十分钟之后 就出现在陆离的面前 那边的副本 显然是交给别人打去了 黑石深渊 他已经下过 自然没有必要再多此一举的下一次 这是他给自己找的理由 两个人碰头之后 就一起去了南海镇的旅店 别误会 没有开房 刺客联盟的街头人女招戴妮马 和这对狗男女 已经很熟了 也知道他们 总喜欢一起出现 所以很淡定地和客人结束聊天走过来 两位似乎好几天没来了 我这里有几个任务 你们感兴趣吗 当然 不过在此之前 我有点事情 想要请教一下 陆离回想了一下 关于任务的攻略问道 我听说 法拉德大师 最近在收集重垃圾箱做研究 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帮上忙 法拉德是拉文 获得庄园的一个大盗贼 听名字似乎是一个汉子 其实是一个身段 很妖娆的血精灵妹子 至于颜值如何 从来没有人看到过 因为他总是蒙着脸 但是能有那样的身段 就算设计人员再怎么恶趣味 恐怕都不忍心给他一张不配套的脸 法拉德 你们见过他吗 女招待很惊讶 并没有 只是听说而已 而且我们也不确定消息的真假 但是作为拉文获得庄园的一员 我觉得我可以出一份力 陆离义正言辞地说道 水精灵望了他一眼 抿着嘴忍住笑 似乎 却有歧视 不过法拉德所在的位置并不好找 你们 可能需要从我这里买一张地图 女招待搓搓手指 响亮地击打出一个音符 果然来了 这简直就是一个坑钱的任务 如果没有女招待这张地图 即便陆离知道怎么走 也走不到法拉德所在的位置 这就是游戏法则 玩家必须为这个任务的进展 付出金钱的代价 没有余地讨价还价 陆离为了这张简略的地图 付出了20个金币的代价 虽说他不是拿不起这20个金币 可蚊子腿再小也是肉啊 再说20个金币 也不是蚊子腿 当初他卖身心月工会 也就是这个身价 想要见到大盗贼法拉德 就必须从希尔布莱德 东北方的迷宫小道进入 这条小道有很多玩家探索过 而且陆离和水精灵赶到的这会 也不缺少文明过来探险的人 他们从这样的道路走进去 很快就迷失在无数的岔道中 要么自杀死出来 要么就浪费时间在里面绕啊绕啊 甚至绕一整天 绕到游戏结束也未必能够绕出来 陆离和水精灵的到来 并没有引起关注 大家都以为这俩是和他们一样 来碰运气的玩家 要不要拿出地图看看 水精灵看陆离地图都没出来看 就禁止往里走 忍不住问了一句 这个迷宫式的地方 他不是没听说过 威宇阁就有一个高层 仗着自己擅长解密迷宫地形 闯了进来 最后坚持了半天 不得不请了工会里的术士 组队开启召唤门 把他拉了出来 刚才不是看过了吗 陆离摇摇头说道 跟在我后面 不会把你弄丢的 就那扫一眼的功夫 水精灵本来应该不信的 但是听了陆离的话之后 他居然下意识地相信了 陆离 严小道在无数岔岛中穿行 大约过了半个钟头 一座富丽堂皇的庄园 呈现在眼前 此处地处偏远 而地势险要 居高临下 故一手难攻 从外面往里看去 庄园中似乎种植了大量的作物 其间还夹杂着色泽鲜艳的草药 想必是用来制毒用的 一条青石小道 蜿蜒着身像庄园 消失在绿鹰栅栏之后 正常情况下 走到这里的人 都会看到青石小道旁边的那个箱子 那金黄色的色泽 和拉风的造型 差点就闪瞎了来人的眼睛 想忽略都难 这个时候应该如何应对呢 直接过去把箱子打开 或许法拉德大宗师 是在考验玩家的开锁等级呢 这并不是不可能 找到这里的 毫无疑问 都是盗贼玩家 其他职业 就算知道详细的路线也没用 就必须上辈子的路里这样的德鲁依职业 他当初不信邪的 照着攻略路线 绕了好几个小时 不然也不会记得这么清楚 装作没看到箱子目不斜视地绕过去 这也不是为一种考验 盗贼这个含义 并不代表着偷东西合法 法拉德 或许是一个痛恨偷窃的人呢 用这种方式来考验玩家的品德 大概也就这两种方式了 但是这种方式 路里都不会选 如果上去直接开的话 会有一个五世纪的精英怪跳出来 不难对付 路里可以轻易地击杀 可是杀死了之后 就再也进不去这个庄园了 自然也就无法揭取下面的任务 除非站着不动 被他杀死 才有可能重制任务 装作没看到也不行 庄园同样拒绝为你开放 别看这个庄园形似 不设防 法拉德的弟子们 全都潜伏在这片庄园里 贸然闯入 只会平白的损失经验 你学了侦测陷阱的技能吗 路里问 水精灵摇摇头 这样的技能 现在出的比较少 毕竟猎人都还没什么陷阱呢 而玩家目前接触的陷阱 也比较少 就算有 他们也没有心思去刻意搜集 倒是赤后像的盗贼玩家 可以通过特定的 NPC接到赤后职业任务 不仅能学会这个技能 还有排除陷阱的技能学习 其实我也没学 不过 我有办法 路里摸出来一个头盔 换上 狂暴者的脚盔 黑铁 护甲15 敏捷加8 特效 使用后 感知加5 一定概率探查到陷阱类装置 装备需求等级15 耐久35 35 很久之前 就被淘汰掉的东西 路里翻找了一下 居然被他找到了 这一类有特殊作用的装备 对于炼击下副本没啥用 所以他就没有丢进工会仓库 现在正好可以用到 以他目前的等级 使用这件装备 成功的概率要大很多 所以一次性就 侦测到了 宝箱上有一个陷阱 正是这个陷阱 触发了宝箱的符文 怪物通过符文之力 被召唤出来 侦测到宝箱自然就要排除 路里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个 卷轴 撕碎了之后 就开始起笑 陷阱很快被排除 现在就可以上去 开宝箱拿东西了 这里面是法拉德大宗师 为玩家准备的礼物 路里打开之后 摸出了两样东西 其中一本技能书 无情打击 还有一张卷轴 涅槃 大概是因为 路里和水精灵 是第一次开启这个宝箱的人 所以出的东西 远远超过了路里的古迹 卷轴涅槃 是曙光最有名的几张卷轴之一 可以让玩家 原地复活 而且复活之后 满血 这种卷轴 无法在赛场和副本中使用 只有野外 才是他发挥余地的场所 必须在死后30秒之内 选择使用 才能生效 超过30秒的话 神仙难救 想要凭着这张卷轴装死 等敌人走了之后 再爬起来 恐怕不好用 不过玩家们 完全不会嫌弃他的这些限制 至于无情打击 就更了不得了 毫不夸张地说 有了这个技能玩家 至少可以提升5%的实力 无情打击 被动 你的终结剂 每消耗一个连击点数 就会有10%的几率 产生10点能量 当前等级1 5 能量对盗贼来说 就相当于法系职业的魔法值 陆离的很多技能 无法频繁使用 并不是说陆离不喜欢用技能 而是他没有那么多的能量来施展 能量 只要使用了 就不断地恢复 可是恢复 也需要时间 无情打击 能够让玩家快速地恢复能量值 技能用得多了 实力自然上升 第1144章 盗贼大宗师 一个是技能书 一个是稀有卷轴 都是很有价值的东西 究竟该怎么分配 就成了难题 如果是两个不熟悉的人 倒也简单了 直接 弱点就能解决 可现在陆离和水精灵 显然不是 弱点能解决的关系 如果不是你 恐怕也碰不到这个宝箱 东西 你拿着吧 水精灵说 而且他总觉得 如果直接上去开宝箱 一定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假如不是陆离在的话 他一定会直接上去开宝箱 事实上 80%的盗贼 都是这种反应 我拿技能书吧 陆离也不客气了 他确实很需要这本书 至于 涅槃卷轴 东西虽好 可他 已经有暗月卡片了 所以就显得无关紧要 当然 涅槃的价值 并不比无情打击差多少 水精灵犹豫了一下 还是接下了涅槃卷轴 他经常在野外 和别人PK 有时候 还会遭到敌对势力的暗杀 有了这个 卷轴的话 至少算是多了一条命 而且 这是陆离送给他的东西 让他觉得 有种很奇特的感觉 这个宝箱 算是道路上的一个意外 只是想要进入 法拉德庄园的话 就必须面对这个意外 并且做出正确的应对 不然的话 就不可能见到 法拉德大宗师了 法拉德的考验 被称作狡诈仪式 狡诈仪式考验的 就是做一个狡诈的盗贼 在遇到未知的 宝藏的时候的反应 很多盗贼到了这里 想也不想的 就去开宝箱 结果 要么是被怪物打死 要么是任务失败 想要继续任务的话 最后还是要死一次 总之无数盗贼 在这里留下了 悔恨的泪水 至于为什么 前面死的人 不提醒后面的人一下 拜托 我都在这里死了 你好意思不死一死吗 为什么我要自己 损失经验值 获得的经验教训 无偿地告诉其他人 不能我一个人倒霉 直到后来 有人写出攻略的帖子 这才有了陆离的先知先觉 靠近庄园大门的时候 还有一个考验 不过这个考验 比较奇怪 不管你给出什么样的答案 就从来没有听说 谁回答错的 门口的老头 会提出一个问题 盗贼邪恶吗 为什么 陆离思考这个问题 已经很久了 上辈子也想过 他觉得 盗贼真尼玛邪恶 不仅千辛比我好 他上辈子是德鲁伊 还不要脸的 和我抢装备 这辈子玩了盗贼之后 他更多地 从自身的角度出发 去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他不觉得 盗贼是神圣正义的 那样的话 你把圣旗试和 牧师往哪放 其次他也不觉得 盗贼是邪恶的 因为他觉得任何人 都不会因为他是什么 而邪恶 邪恶的根源在于他做什么 最后 陆离给出的答案是盗贼 是无属性的 正义和邪恶的 不是职业 这算是比较 重规重矩的答案 水精灵的 也类似差不多 但是他额外增加了一句 他觉得盗贼 代表了玩家心中 有阴暗 抑郁的一面 那老头果然没有任何反应 推开门就放陆离 和水精灵进去 并且告诉他们 有些陆离认识 有些却闻所未闻 看来法拉德 不管主修的是什么 他所擅长的范畴里 必然有一样 和炼金术 或者制毒有关 目前特定的商店里 已经有普通的毒药售卖 但是高端的毒药 还是要靠炼金师 自己去制作 陆离依旧带着那个 可以侦查陷阱的头盔 所以常常 能够感应到花园里 到处都是陷阱 要是没有这老头带路的话 恐怕寸步难行 不愧是外面少有的大盗贼 家里果然如同狼窝虎穴 法拉德本人 看上去非常的年轻 而且也不像陆离的导师那样 笼罩在斗篷下面 那样还真是暴天天物 这么美丽的容颜 可能倾注了 设计师一生的想象 美是毫无疑问的 血精灵妹子 很少有丑的 现实中的丑女 选了这个职业 都有相貌 加成 但是更让人瞩目的 却是法拉德的纯净 给人的印象 她就像是生活在琉璃塔里面 从来没有接触过外界的工作 没有哪怕一丝一毫的杂志 她站在 喷泉的前面 阴阴的水汽 凝聚出绚烂的彩虹 给她加上了一道 圣洁的光环 如果不是老头 称呼她为法拉德大人 恐怕任谁也不会想象 这就是法拉德 一个 传说中的盗贼大宗师 说她是个牧师 估计都没有人会怀疑 我们是刺客联盟里的冒险者 听说您这里 缺少一些重垃圾箱做研究 不知道 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荣幸 陆离淡然地 收回了沈氏的目光 做出了一副 很标准的尊敬姿态 水精灵 其实看了一眼法拉德之后 就立刻下意识地去看陆离 他没有忽略陆离脸上 一刹那地惊讶 但是也发现了 陆离只是淡淡地扫了一眼 目光几乎没有在法拉德 最吸引男人的地方停留 这算是不解风情呢 还是坐怀不乱 好吧 这种说法有点过分了 但是无论如何 水精灵对自己的搭档的表现 还是很满意的 任何女人恐怕都很在意 被比较下去 这不是无聊 而是一种雌性的本能 在上帝造物的时候 就已经根植到骨子里去 越是漂亮的女人 越是在意 哦 那是一次失败的实验 我已经好几天 没研究中垃圾箱了 法拉德的声音 并不如同外貌那样 娇媚或者软萌 而是带着一点声音和沙哑 就好像一个很久都不曾 说话的人突然开口 难道大人 已经准备放弃这项研究了吗 陆离一连忙问 当然不 那些看似没用的中垃圾箱 或许真的能开出一些 我需要的东西 只是我 现在已经缺少 继续研究的资金了 法拉德一脸的遗憾 美女露出遗憾的表情 恐怕立刻就有人 掏心挖肺地上去排忧解难 这或许就是游戏 把法拉德的模型 做得如此美丽的原因 如果是一个 照在斗篷里的老年妇女 恐怕玩家们交钱 就没那么心甘情愿了 陆离心里 吐槽着系统的无耻 连找借口都毫无下限 表面上 还要做出理解的姿态 不就是要钱吗 一个字给 第1145章 别有用心 这个任务非常的坑钱 其实目前 还只算冰山一角 一年之后的某个版本 经过修改 将因为任务 而绑定无法交易的 重垃圾箱 改成了可交易 于是 为了做这个任务 充生旺 为了喝上菊花茶 土豪盗贼们 一致千斤 满世界收购重垃圾箱 而穷屌盗贼们 则闻风而动 当时只要是盗贼 各个勤奋练习偷窃技术 多了 不敢说 每天偷三小时 种垃圾箱 一个星期 收入几万 不是梦 陆里那会儿正好赶上 可惜他是个德鲁伊 只能忘心探 这辈子选了盗贼职业 未必没有这点原因 很多人可能一直不理解我 为什么会坚持不懈地 一次又一次研究 种垃圾箱 法拉德严肃地说道 其实我在探索他们的原理 为什么偷窃术 能偷到宝箱呢 而宝箱里的东西 又是从哪里来的 有什么方法 可以成功偷窃 而不被发现 这位大盗贼宗师 简直化身成了 十万个为什么 而陆里却不得不做出 一副很认真聆听的姿态 他必须要经过 这样的任务流程 至于完成之后 除了能够继续任务 有没有其他的额外奖励 不少人觉得应该有 只是玩家触发不到 但是有一个遥远 坚定的信念 一直在支撑着我 我想我正在一步步地 接近这个秘密 现在我需要一些重垃圾箱 以及一些研究他的金币 等我研究成功之后 就会拥有还款的能力 盗贼们 你们愿意相信我 并且支持我吗 愿意为您效劳 大宗师阁下 陆里垂下头 很无奈地说道 不相信你也没办法 只要给任务就行了 首先 你必须明白 偷窃术是一个什么概念 它是盗贼的独门绝技 可以让你不必进入战斗 就能从敌人身上 获得独特物品 但是如果施用不当 就会激怒敌人 让你陷入危险的境地 法拉德喋喋不休地说着 坦白地来说 他虽然啰嗦 不过因为迈向非常惊艳 倒也没有人讨厌 和他说话 只要看着他 就能安心地听一个笑话 但是陆里并没有 被他的相貌所迷惑 于是在他絮絮叨叨的解说中 终于听出一些不对未来 法拉德这个话牢 似乎并不单纯地 在解释偷窃术 他在讲述接近目标的时候 讲了闷棍和前行 在被发现后 攻击的时候 讲了背刺和偷袭 在打不过逃跑的时候 讲述了一些逃跑的技能和手段 陆里提醒了一下水精灵同学 让他注意听讲 水精灵惊讶地发现 在这样的美色诱惑下 陆里居然比自己 还更敏锐地听到 NPC隐藏在一堆废话背后的深意 偷窃不好 但偷回来就没问题 最后法拉德补充说道 为今天的废话连篇 做出了一个完结 系统提示陆里和水精灵 接到了任务 偷窃无罪 要求陆里和水精灵 各自带回来 50个重垃圾箱给法拉德 任务奖励 是获取一定的拉文 获得小阵营声望 每天只能揭取一次 但是假如你有很多金币的话 系统将对此不做限制 盗贼玩家们 戏称这个任务 叫做抢钱任务 抢钱任务的侧重点 在于时效性 超过规定的时段 偷来的重拉机箱 所能换取的声望 就会不断缩减 只能偷人行怪 去哪里偷呢 水精灵已经习惯于 听取陆里的意见 这种信任 是慢慢累积到现在 才达到这一的效果 事实上水精灵 并不是一个 会让别人帮自己拿主意的人 所谓的人行怪 并不见得 就一定是人类怪物 一般来说 人行怪指的是 巨魔 精灵 亡灵 之类的智慧生物 甚至还包括了 野猪人 食人魔 鱼人 等等 也有的人行怪 在不同的情况下 会纳入不同的人行 和非人行类别 我们去偷 新迪加卫兵吧 陆里当然有既定的目标 事实上 如果去偷斯坦索姆 或者黑石山 几个副本的怪物 会有更不错的收获 哪里的怪物 所出的宝箱开出的东西 更极品 尤其是斯坦索姆 偷出来的重垃圾箱 一定概率 偷出提布的赤热长剑 裁绝之剑 开荒斯坦索姆的时候 陆里就偷到了一把 送给飘零了 被他适不适地拿来装笔 曾经有人出价 二十万现实币 被他给拒绝了 也不知道这个消息 是怎么传出去的 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斯坦索姆的怪 能够偷出提布的赤热长剑 于是哪里 就成了盗贼施展身手的圣地 可惜副本里的怪物 偷一次 就要等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才能偷下一次 杀掉的话 则需要更长的时间 才会刷新 外面的怪就不一样了 一次行窃之后 十分钟就可以再偷第二次 如果刷掉的话 根据地区的不同 刷新时间也不一样 但是绝对没有几十分钟这回事 新迪加卫兵杀掉的话 刷新时间甚至不超过十分钟 而且 新迪加是拉文获得庄园的敌对势力 有一定的概率 爆出新迪加灰迹 换取一定的声望 这个组织有一部分势力 同样分布在奥特兰克山脉 与希尔斯布莱德丘陵的部分地区 尤其是在希尔斯布莱德丘陵 与奥特兰克山脉交界的地方 有一处摩菲尔克斯城堡 这位南爵大人穷兵独武 征召了无数的士兵为他作战 这些士兵大部分由匪盗组成 在摩菲尔克斯南爵大人 这个奥特兰克前朝贵族的带领下 正在为了夺回他们祖先的领土而奋斗 这摩菲尔克斯城堡附近 新迪加卫兵大部分都两两分布 如果是两个盗贼一起合作的话 可以一起闷棍 一起偷窃 然后一起杀掉 拾取了东西之后 就可以立刻奔赴下一组怪物 当然 一个盗贼其实也没关系 完全可以先闷棍一个 然后偷窃并杀掉另外一个 陆黎现在不得不承认 带上水精灵做任务 并不真的必不可少 裁决之间那么多人 又怎么可能缺少配合陆黎做任务的盗贼 这些人中间 有些也在陆黎的帮助下 加入了拉文霍的庄园势力 而且 他们根本不可能拒绝陆黎这个 他们心目中的盗贼之神 第1146章 雪儿 原路返回 碰到不少还在迷宫里乱转的玩家 陆黎可没那么好心地 去指点他们出去的路 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沃菲尔克斯城堡外围 有不少密探 这些密探巡游的时候 身上穿着能够不识隐身的披风 这种隐身和盗贼的隐身不同 他没有隐秘效果的说法 只要是隐身状态的时候 任何感知都无法察觉 而且 摩菲尔克斯城堡的 新迪加密探头顶上 有一个蓝色的眼球标志 水精灵 或许没什么感触 但是陆黎却对这种标记 深恶痛绝 他上辈子的职业是德鲁伊 也算是个前行职业 而且前行能力比到贼差远了 他最怕碰到的 就是这种头顶上 悬浮着一个蓝眼球的变态 那是堪破前行的标记 凡是遇见这种怪物 那就赶紧跑吧 除非你在被发现后 正面能够对死他 这些密探等级60 大概都是准BOSS木板 被他们发现的话 即便是陆黎和水精灵 也只有逃走的命 不然很有可能 引来更多的密探 假如有十来个密探 一拥而上 他们就来不及 逃走了 做法拉德的任务 最大的障碍 就是这些 新迪加密探了 当然 或许是玩家还不够强大 如果换作是哪些 埃泽拉斯有来头的大人物 这种手段 在他们面前 或许就是笑话 在遭遇了一次密探 并且狼狈而退之后 陆里很快就想到了 对付的办法 他弄了一堆劣质的铜矿石 就是扔商店里都 卖不了几个筒子的那种 然后不时地 将铜矿石远远地丢开 新迪加密探听到声音 立刻就会过去查探 发生了什么事 这种手段 对付一般的怪物 根本没啥用 不然的话 游戏世界早就乱套了 但是新迪加密探不一样 他们的职责所在 任何动静 都会吸引他们 穿过外围密探的地盘 里面 就没有这种烦人的怪物了 新迪加卫兵们 仅仅只有55级 正好适合陆梨和水精灵 怪物等级再高的话 就不太好偷了 而太低的话 偷窃到的东西 质量会下降 偷到重垃圾箱的 概率会变小 按照法拉德大宗师所说的 从背后悄悄靠近你的目标 避免在近战范围内被发现 这是偷窃初学者 必须遵守的法则 除非能够得到夜巡者 灰迹 这种道具 对盗贼的偷窃 有很强大的加成作用 不仅可以提高偷窃的成功率 还会增加一定的前行移动速度 更让人心动的是 这玩意放进背包里 就能起作用 不会占用其他装备的位置 我左边的 你右边的 直接闷滚 偷窃成功后杀掉 陆梨看着水精灵说道 这些怪物实力很强 如果发出呼救声的话 可能会引来新迪加密探 所以 最好一轮技能解决 没问题吧 不要小看我 水精灵哼了哼 没有带面筋的白皙小脸上 闪过一丝脑目 两个盗贼同时进入前行 快速地靠近两个星迪加 卫兵的背后 几乎是一样的动作 远距离一个闷棍 然后靠近一些进行偷窃 水精灵面色一喜 手上多了一个四四方方 颜色偏暗绿的小箱子 居然是个开门红 五十级以上六十级以下的怪物 只会偷出种垃圾箱 而且是这样的色泽 所以陆梨一眼就判定 这就是重垃圾箱 陆梨这边就比较失败了 虽然同样是偷窃成功 但是他的手上只有两个银币 面对水精灵那挑衅和得意的小眼神 陆梨无奈地抛了抛银币 丢进背包里之后 拿出匕首 扑向了这个吝啬的卫兵 这个该死的家伙 和旁边那位长得也差不多 衣着甚至更加光鲜一点 居然连的箱子也不出 被偷窃的怪物掉落不了 什么好东西 好在陆梨对此也没什么期待 第二个卫兵掉落了一个破镜子 这是一个造型很好看的镜子 作用顾名思义 可以照出玩家的影响 只是边缘的位置已经残破了 各大组成的理发店有维修服务 花几个金币就能让破镜子 焕发如新 听了陆梨的解释后 水精灵要走了这个镜子 在陆梨眼中分文不值的东西 到了某雌性生物的手里 反而成了好东西 水精灵第二个卫兵 也是偷到的钱币 其实偷窃数的收获 大部分都是钱币 积少成多的话 一天下来也有不少钱 很多盗贼都用这种方式赚钱 曙光这个游戏里可以穷法师 可以穷战士 但是绝对不可能穷盗贼 陆梨这辈子选盗贼职业的时候 就想 哪怕混得再惨 大不了咱去偷窃 一点点的船 也比上辈子陷入那种绝望的境地 要好得多 陆梨的第一个重垃圾箱 来自于第四个怪物 入手微微一沉 而且棱角分明的感觉 让他知道自己拿到了想要的东西 那个 你刚才不是偷到了一个重垃圾箱吗 是一个 现在是两个了 水精灵似乎挺得意的 至少在偷窃这一领域 陆梨显然比他差了不止一个档次 不仅仅是偷窃的重垃圾箱多少 就连同样是偷钱币 他都比陆梨偷到得多 还有 什么叫那个 没等陆梨回音 水精灵皱着眉头追问了一句 难道我没有名字吗 啊 那我叫你水精灵 陆梨张张嘴 有点尴尬 为什么我的名字从你嘴里说出来 那么奇怪 水精灵很无语 这样的称呼 让他觉得挺浑身不舒服 他犹豫了 一下后才说道 要不你叫我雪儿吧 我的名字是沈曼雪 知道他叫沈曼雪的人不少 毕竟现实里 还是游戏里 都不是岌岌无名的人 但是主动告诉别人 自己的名字 这恐怕 还是水精灵的第一次 他说完之后 就觉得脸庞发热 也不知道红了没有 非常后悔 今天没有戴着面纱 现在拿出来戴的话 似乎又刻意了一些 雪儿 陆梨轻轻地喊了一声 他是一个没有什么审美观念的人 总觉得 名字只是一个代号 或许只有星星这个名字 对他至关重要 但是此时此刻 却觉得雪儿 这两个字变得不一样了 第1147章 重垃圾箱 我现在叫你怎么 开重垃圾箱 陆梨说 开箱子谁不会呢 但是真的要开吗 大宗师一定会发现的 如果他拒收的话 我们就白忙活了 水精灵已经恢复了平静 他不觉得 把这些重垃圾箱 打开是好主意 垃圾箱是盗贼偷窃的产物 最低级的叫做 破损的垃圾箱 依次分为破旧的垃圾箱 坚固的垃圾箱 重垃圾箱 大型垃圾箱 将来或许还有更高级的垃圾箱 可惜陆梨并不知道 打开这些箱子 需要一定的开锁技能 大部分代锁箱都遵循以下规律 它们都包括一些银币 可能开出宝石 药水 技能书 甚至是一些非常珍贵的装备和道具 比如引刃 提布的赤炎长剑 和亚考尔的扬炎刀 如果开了之后 立刻拿给他的话 当然会被发现 但是只要间隔的时间长了 他就发现不了 前提是 不要动箱子里面的东西 陆梨显然不是 被美色冲昏了头脑 事实上 他选择做这个任务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 他懂得如何确保 上交的垃圾箱里 没有好东西 很多人不舍得做这个任务 除了要花费不少金币之外 唯恐上交的重垃圾箱里 躺着一把提布的赤炎长剑 人的本性如此 其实他也知道 上交的垃圾箱里 根本不可能有提布的赤炎长剑 都会不由自主地去想 万一里面真的有呢 用一把提布的赤炎长剑 去做这个声望任务 究竟值不值得 直到后来 有一天 有人无意中发现了一个秘密 他无意中 打开了一个刚刚偷窃到的重垃圾箱 里面有一瓶治疗药水 和一块布皮 当时由于背包没有空位了 所以就没有拾取里面的东西 这个重垃圾箱 就混在了一堆正常的箱子里面 更巧合的是他因为有事 没有及时地去交任务 过了两个小时之后 再去交任务 这时候 给的声望就少很多了 这不是重点 重点在于那个之前 被他打开过的重垃圾箱 居然也成功地作为任务物品 被法拉德收走了 因为 一小时的任务时间 大部分的玩家 都是尽可能早地交任务 谁会等两个小时 采取交任务呢 听了路里的理论 水精灵只能用异想天开来形容 但他同时也知道路里 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人 不管消息的来源是否准确 测试一下 总不会有问题的 箱子打开后不识取 只要看看里面什么东西就行 路里手上的这个重垃圾箱 开出了一件50级黑铁装备 属性烂得一塌糊涂 也不知道设计人员 为什么要花费力气 设计这样的垃圾 他小心翼翼地合上箱子 把箱子放在了背包特定的位置 等下交任务的话 按照一定的次序 那就行了 水精灵的箱子 同样没开出什么有价值的东西 垃圾箱和宝箱不一样 曙光里的宝箱 很少有垃圾出产 而垃圾箱里 大部分都是垃圾 为了等到两个小时之后 再去交任务 所以路里和水精灵 就奔着头一个劲地偷下去了 比较麻烦的是 背包空间有限 有时候偷到的垃圾 太多就没地方放宝箱了 而且开过锁的宝箱 无法叠加放置 更增加了背包空间的压力 路里身上有一百多个格子 临来的时候 特意清理过 但是很快就被 垃圾东西塞满了背包 一部分不值钱的东西 直接扔掉 稍微值钱一点的路里 打算等会叫个工会的盗贼 过来带走 当领导的享受 这点福利无可厚非 没有人会说闲话 背包里的箱子越来越多 开出来的东西 也逐渐丰富起来 除了那些只存在于 传说中的珍惜道具 其中 红宝石是最有价值的东西 每当看到 箱子里有红宝石 路里都会选择 把红宝石拾取出来 拾取成功后 箱子就消失了 红宝石是比较 值钱的终极材料 在很多生活技能领域 都有应用 这样的箱子 就不可能拿去交任务了 水精灵开出了一本 盗贼日志 薄薄的一本 上面 记载了一个无名盗贼 对这个职业的理解 可以阅读一次 读完之后 就消失了 这玩意 能够提升部分 盗贼技能的熟练度 这算是非常不错的东西了 玩家的技能想要升级 现在普遍的手段 都是使用技能点 此外就是不断地反复使用 就目前来说 想要通过练习 来升级一次技能 相当不现实 除非是最常用的技能 比如陆里的影席 就是通过使用升上来的 一些书籍和手杂 之前陆里和水精灵 一起听法拉德 连篇累读的废话 一开始毫无意义 后来他们发现 这些话里 包含了盗贼的技巧 认真的听了之后 技能熟练度 也增加了一些 陆里上辈子看过 盗贼日志 那是以一种 看小说的心态去看的 只有一本 陆里当然不可能要过来 自己用 反正盗贼日志并不难看 今天只要开的箱子 多了 总能再开出来一本 偷窃的过程中 经常能偷到一些书籍 大部分都毫无价值 陆里倒是不讨厌这些东西 全都收集起来 打算以后有空的时候 当成小说看 作为一个 比较喜欢读书的穷孩子 能够看得到书 偶尔还能从书里 捕捉一些关于游戏的信息 何乐不为呢 来源自偷窃数的小说 《蜀光》里 最著名的作品 《当属》 一本煽情的罗曼史小说 讲述了 马库斯·乔纳森将军 和女法师那安妮 从狩猎于人 到最终恋爱的故事 这本作品写得很好 很有吸引力 可惜被分成了很多部 有些盗贼看了第一部 之后就彻底入坑了 发了疯一般地去偷 非要把接下来的 都偷出来才行 可惜 就算到了陆里重生那回 这本小说 也没有被盗贼们 完全偷出来 两个小时后 陆里的背包里 已经有了一百多个箱子 水精灵的 要比陆里多点 他的背包空间 和陆里差不多 但是他还有一个 额外增加背包空间的手镯 女玩家在这方面 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第1148章 夜寻者灰迹 回到法拉德庄园 时间已经过去了 两个多小时 还是那个美艳动人的 法拉德大宗师 可他的脸色 却完全变了样 真没想到我会看走眼 你们居然现在才回来 两个55级的玩家 各自去偷窃 50个种垃圾箱 给了一个小时的时间 只要是老老实实地干活 绝对不会出现 要花费两个小时的情况 大宗师阁下 请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即便是我的老师 加罗娜大人 也不会不经过审判 就断定我的罪行 我只所以现在才回来 是有一定原因的 并且我相信 您听了之后 一定不会责怪我 陆黎一脸严肃地说道 好吧 你获得了这样的机会 或许是陆黎的话 真的唬住了法拉德 也或许是加罗娜的名号 震住了法拉德 总之法拉德的愤怒 终于平息了下来 虽然同为宗师级的大盗贼 然而不管是从实力的角度去判断 还是从名头的角度去判断 法拉德这个大宗师 显然都是比不上加罗娜的 而在刺客联盟内部的排位上 法拉德仅仅只是有资格知道 加罗娜存在的高级成员 我们之前听您讲述了 偷窃和前行之道 觉得受益匪浅 虽然和我导师的某些说法 有些出入 但是我觉得很有道理 陆黎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接下来 他又描述了 在研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并且很诚恳地向法拉德请教 法拉德的气氛 旨在于陆黎的延迟 这甚至不会导致任务失败 所以愤怒来得快 平息得更快 而现在加罗娜的弟子 居然觉得 他的某些技巧非常有用 这种说辞 显然取悦了美女盗贼大宗师 于是他便耐心地 讲述了一些 自己对盗贼技巧的见解 如果是个普通盗贼过来求教 很可能直接吃闭门羹 这种教导 其实真的很有用 陆黎说 受益匪浅并不是信口雌黄 而且在聆听的过程中 他和水精灵的某些相关技能 熟练度长得飞快 最后法拉德大宗师 终于回到了任务本身上来 最开始开出来的50个垃圾箱 果然顺利地作为任务物品通关 任务的奖励是一些铜币 拉文货的庄园 这么多年来 一直做杀手买卖 早就富可敌国 然而在金钱上 却一直奉行着 只进不出的吝啬鬼原则 好在拉文货的声望 给的一点也不含糊 尽管因为任务交的池 已经扣除了不少 但是这样50个重垃圾箱换来的 声望依旧比平时 做好几个任务还要多 而且拉文获得庄园的任务 非常不好接 接到了也不太好做 就算是陆离这种水平的 都如履薄冰 谢谢您的慷慨 但是我觉得 这么一些重垃圾箱 一定不足以研究出什么名堂 陆离奉上20个金币 热心地说道 我愿意为了您的研究 贡献出一点自己的力量 还有我的这位朋友 他也愿意 刷新任务需要20个金币 坑前任务果然名不虚传 现阶段金价起伏不定 但是20个金币 最起码也是1000多现实币 法拉德勉为其难地 同意了陆离的请求 要求他们在一小时之内 上交20个重垃圾箱 陆离文言大喜 他刚才看法拉德这么生气 以为接下来的任务 还是50个重垃圾箱呢 那样的话 虽然不是做不了 但无论如何 也没有现在只需要 20个重垃圾箱舒服吧 其实 不管要求多少个重垃圾箱 最终获取的声望 都是固定的 运气特别好的 可能只需要20个 甚至10个的 据说也不是没有 运气不好的 那就只能一次次地 背着50个重垃圾箱 过来交任务了 100多个背包格子 一共也装不下多少 重垃圾箱 跑来跑去别提多烦人了 因为有第一次存在 来的一些开过的箱子 这样的话 时间上就慢慢地延续下来 每次总能及时地 交上20个 已经检查过 没好东西的箱子 陆离和水精灵 一边开心地 截流宝箱里的好东西 一边拿垃圾去换声望 这是什么东西 水精灵习惯性地 开了一个箱子 突然被里面的东西 吸引住了 叫什么名字 陆离问 夜寻者灰迹 看起来不像是装备 水精灵 将道具的名字 读了出来 夜寻者灰迹 重垃圾箱里 开出来的东西 五花八门 陆离也不可能完全知道 但是夜寻者灰迹 他绝对不会陌生 这可是盗贼偷窃领域 最热门的东西 水精灵将东西 拿了出来 夜寻者灰迹 是一个银白色 类似宝石一样的东西 作为特殊道具 他有着自己的属性 使用后 增加20%的偷窃成功率 同时增加20%的 前行移动速度 持续时间三小时 偷窃是有一定成功率的 技巧和等级 决定了成功率的大小 技巧就不说了 平时几乎每个盗贼 都摸索了一些自己的心得 之前法拉德也传授了不少 等级的话 如果偷窃比自己 等级低的怪物 越低的话 成功率越高 但是低到一定的程度 就只能偷拉机 偷窃 比自己等级高的单位 成功率急剧下降 高到一定的程度 几乎不可能偷窃 成功 像陆梨和水精灵 偷窃自己同级的怪物 失败的几率 还是不小的 有了这个灰激的话 会大大减少 自己偷窃失败的概率 给你用吧 水精灵将夜寻者灰 寄给了陆梨 抿着嘴笑了笑 你的运气实在太烂了 老是偷不到宝箱 用上这个 或许会快一点 这是被同情了吗 陆梨苦笑着 接过道具放进背包里 他确实比 不上水精灵 获取重垃圾箱的速度 有了这个灰激的话 他就可以多偷几个怪 两人的任务进度 就不会越拉越大了 这一整天 他们都在偷窃 和杀怪的过程中度过 男女搭配 干活不累 导演体会不到偷窃的枯燥 和时间的流逝 偶尔也能失去一些 新迪加灰激 可以换取一定的 拉纹或德庄园 声望 到晚上的时候 两个人的声望 终于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只要找到相关的 NPC 就可以购买 升级污染者碎片 所需要的图纸 第1149章 武器大师 污染者碎片的升级图纸 法拉德大宗师 一脸的古怪 没错 希望大宗师阁下 可以指点我们一下 哪里可以买得到 污染者碎片的升级图纸 路里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 如果法拉德 这里问不出来 他打算去麻烦一下 自己久不见面的导师 污染者碎片 是拉纹获得庄园的 专属武器 当然不可能只有 路里手上那点属性 如果你说的是 这个 其实我这里就有 法拉德 打开一个虚拟界面 琳琅满目的 全是拉纹获得庄园 达到一定声望后 可以购买的商品 除了污染者碎片升级图纸 大名鼎鼎的菊花茶 赫然在目 菊花茶是曙光这个游戏里 盗贼职业的专属饮料 喝了之后 恢复一定的能量值 相当于法系职业的魔法药水 很多盗贼冲击 拉纹获得庄园声望 都是冲着这张图纸来的 学了配方之后 就可以制作菊花茶 材料不过是羽艳草 也菊花和清凉的泉水 也菊花到处都是 清凉的泉水 商店里就可以买 也就是羽艳草稍微贵了一点 而成品菊花茶 却可以以十来倍成本价的利润 卖出 曙光那么多的盗贼 这是一个极大的商机 陆离已经过了 需要用这种方式赚钱的水平 但是他并不介意 学一下这份有用的图纸 除此之外 还有刺客套装模具 做出来之后 是一套黄金级别的装备 也就陆离和水精灵看不上眼 对普通玩家来说 已经算是非常不错了 无论是PV还是PVP都挺适合 只可惜 玩家必须身上有拉纹 获得庄园的声望 并且达到一定的程度 才能装备 不然给工会里的普通盗贼玩家 一人来一套也不错 当然 最最重要的 还是污染者碎片的升级图纸 不愧是坑前大宗师 法拉德这里菊花茶配方50斤 污染者碎片升级图纸 一张就200斤 或许其他人哪里也有 但是陆离和水精灵已经不可能浪费那个时间 去寻找了 大部分的材料 尤其是升级需要的便衣黑铁矿石陆离已经有了 其他的也能从工会拿 所以陆离打算现在就升级 升级装备和铸造装备不太一样 不可能再使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铁匠铺铺造台了 陆离必须要到铁卢堡去 那里是铸造的天堂 各个种族的铸造师都云集到这里来 武器大师布里维夫石泉 在铁卢堡的偏僻角落 常年累月地进行他的武器研究 这种情况 据说已经持续了好些年 只可惜布里维夫石泉 至今也没研究出什么名堂 武器铺门可罗雀 陆离和水精灵 推开这扇破旧大门的时候 正好听到布里维夫石泉 正在小声地嘀咕 为什么碎了呢 没道理啊 我已经做到最好了 可他还是碎了 这个人行不行啊 水精灵拉住陆离 对NPC的能力表示怀疑 只要听到这个暗红色大胡子矮人的话 再结合周围一地的残破武器 就知道 他已经不止碎一次了 这样的店铺 不管是谁进来 恐怕都会掉头就走 哎呀 别走啊 你们有没有什么淘汰下来的武器 拿过来 我帮你们改造一下 布里维夫石泉 眼睛一亮 武器大师的眼光 让他一眼就看出了 陆离和水精灵 别在腰间的武器 大概是什么档次 在布里维夫石泉的观念里 这样的武器虽然等级低了一点 但无疑不是制作精良的上品 非常适合被他改造 没有 水精灵按住自己的匕首 目光轻冷 丝毫不打算妥协 你们不要被这些破烂迷惑 其实我手艺还是不错的 布里维夫石全摸了摸自己光秃秃的脑袋 有点尴尬地说道 一个武器大师被人当作贼来提防 说起来也挺让人心酸的 我们暂时还没有改造武器的打算 陆离无视对方失望的表情 说道 我想借用一下大师的工作台 还打算从您这里买一点材料 哦 您也是一个铸造师 布里维夫石泉眼睛一亮 我只是一个初学者 在大师您眼中不值一提 陆离自迁了一下 其实 现在的玩家群体中 在铸造方面 能够超过陆离的 绝无仅有 但他不想让布里维夫石泉 觉得他不知天高地厚 布里维夫石泉 这里除了有他想要的工作台 和一些材料 更重要的是 以后还会打交道 铸造到了大师级 就开始走向两个方向 一个是武器专精 一个是防具专精 前者主要铸造兵器 后者则锻造板甲和锁甲之类的防具 武器大师布里维夫石泉 NPC 千万不要因为他的研究毫无进展 就觉得他没什么本事 其实到了布里维夫石泉这个层次 铸造武器 已经不足以满足他的求知 渴望 他开始去研究武器构成的原理 各种属性产生的本源 从而达到改造武器的目的 你要用我的工作台做什么 布里维夫石泉挥手 将工作台上乱七八糟的报废武器 丢到地面上 简单地清理了一下 我打算把这个匕首升级一下 这是图纸 大师 你觉得怎么样 布里拿出需要升级的 污染者碎片和图纸 递给了布里维夫石泉 尽管他有铸造锤在手 可论起铸造水瓶 和布里维夫石泉比起来 那完全一个天一个的的差距 升级武器 布里维夫石泉 一听这话 立刻就失去了兴趣 他顿了顿 要不要我帮你改造一下 还是不用了 我需要一点分离叶 还有磕多兽骨 陆里脸色发黑 连忙拒绝了对方的提议 这个该死的矮子 真以为他好骗啊 他那所谓的武器改造成功率 现在甚至不足0.1% 看看一地的破损 武器就知道 把武器交给他的下场 分解液一瓶 还是两瓶 两瓶六个金币 可多兽骨膜成粉的一袋八金币 布里维夫石泉 无可奈何 只好公事公办地 把陆里需要的东西卖给他 为了报复陆里 拒绝他的提议 这些材料的价格 几乎足足翻了一倍 陆里苦笑着往外掏金币 半点没有妥协的打算 也别指望着 从市场上收购一批垃圾武器 来讨好布里维夫石泉 人家是什么身份 那种垃圾 他根本就看不上眼 至于让陆里找点暗金 甚至传奇武器来做人情 他还真舍不得 第1150章 升级武器 布里维夫石泉 一直气横横的 抱着膀子 冷冷地看陆里 在他的工作台上 把一切准备工作做好 不得不承认 这个冒险者做得很不错 一点也没有 初学者的毛躁 他甚至拿出了一把 连布里维夫石泉 都觉得很有意思的铸造锤 拥有这种铸造锤的人 在铁卢堡 也应该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分解液不是那样用的 如果目标是匕首类的轻武器 最起码也要再稀释一倍才行 布里维夫石泉 一直在旁边故作冷漠 现在终于忍不住出口 是这样吗 陆里很困惑 难道不是系统 卖什么样的 就用什么样的 不过他已经相信了 布里维夫石泉的话 这位武器大师 完全没有欺骗他的必要 小心翼翼地 稀释了分解液 陆里将匕首 浸泡在了分解液中 这样做的目的 并不是要分解掉匕首 而是把匕首 最外层的保护名文 给分解掉 只有这样 才能将材料融入进去 才能朝匕首 添加图纸上的符文 总之 升级匕首的麻烦程度 并不比锻造来得简单 好在布里维夫石泉 这个傲娇武器大师 总是在陆里 即将犯错的时候 忍不住指点几句 事后陆里才一身冷汗 后知后觉地发现 自己这个没有动手 升级过武器的人 贸然要升级污染者碎片 是多么愚蠢的事情 系统 成功升级污染者碎片 铸造技能加3 污染者碎片 原本是一把暗金武器 在陆里刚拿到他那会 确实极品的无与伦比 只是随着装备的升级换代 逐渐已经跟不上他的脚步 污染者碎片 暗金 伤害4256 敏捷加20 力量加12 插槽1 特效1 攻击速度加30% 特效2 深度污染 使用 降低目标25%的护甲和25%的移动速度 冷却时间360秒 特效3 致命一击 当目标血量低于20%的时候 一定概率造成一击必杀效果 装备需求等级40 耐久 120 120 而升级后的污染者碎片 终于改头换面 成了传奇武器 污染者碎片 传奇 8296 敏捷加80 力量加60 攻击速度加45% 凹槽2 特效1 深度污染 使用 降低目标30%的护甲和30%的移动速度 冷却时间120秒 特效2 致命一击 当目标血量低于20%的时候 一定概率造成一击必杀效果 特效3 阿可蒙德的回响 使用后 变身恶魔 可随机使用部分恶魔技能 持续30秒 每天现用一次 装备等级需求60 耐久 240 240 虽然伤害和属性比不上恶魔之机那么变态 但是比起原本要好了好几倍 而且伤害一如既往的稳定 最低攻击和最高攻击只相差了14点 这在30级以上的武器中 就几乎不可能存在了 伤害稳定的话 更容易控制节奏 陆离最看重的攻击速度 在升级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从30%的加速增加到了45% 原本的两个特效得到了保留和加强 另外 还增加了一个新的特效 阿可蒙德的回响 这是个让人一头雾水的特效名称 至少陆离就从来没见过 但是污染者阿可蒙德 是堕落泰坦萨格拉斯的左膀右臂 燃烧军团所有战力 第二任总指挥官 世界上最强大最黑暗的 埃瑞达术士之一 只要一个特效 和阿可蒙德这样的人物沾了边 那就一定了不得了 陆离并没有急着去尝试新武器 他深吸了一口气 开始围水精灵升级武器 布里维夫十全 对陆离更加满意了 他不确定 自己已经多少年 没有看到如此淡定的年轻人了 成功了毫无喜色形于外 不说 再次操作之后 原本的那些错误 全都不见了 他只不过刚才提醒了一次而已 相同的武器 相同的图纸 相同的材料 相同的手法 水精灵的这把污染者碎片 比陆离的那把 甚至还要稍微好一点 只是差距不大把了 水精灵对新武器的属性非常满意 而武器 最下面新出现的铸造人陆离 也并没有让他觉得 讨厌 这样的污染者碎片 恐怕游戏里 也只有这两把了 小子 你这真是第一次升级武器吗 布里维夫十全问声问道 就一定会成功呢 陆离上辈子根本就没练铸造 也很少听到关于升级武器的信息 所以 也不确定照着图纸做 有没有所谓的成功率 事实上根本就没想过会失败 无知 布里维夫十全几乎跳了起来 他指着满地的破烂 嘶吼道 假如没有成功率 我问你这些东西 都是哪里来的 很抱歉 大师 请原谅我是如此的无知 陆离连忙道歉 和NPC 叫真是最愚蠢的行为 而且陆离觉得这个情绪化很严重的 在自己升级武器的过程中 及时地给了许多必不可少的指点 升级武器 其实是改造最低端的形式 布里维夫十全 很满意陆离的态度 他摸了自己的大胡子说道 任何武器的构成 都是材料 材料的不同排列 和不同存在形式 构架了不同的属性 你明白吗 不明白 陆离实话实说 你怎么就这么笨呢 为什么同样的材料 可以做出歧视剑 也可以做成匕首 布里维夫十全恨铁不成钢 当然是因为图纸不一样 陆离理所当然地说道 忘掉 全部都忘掉 你那满脑子的图纸 会让你永远在宗师境界之前 不得寸进 布里维夫十全 踢了一脚满地的破烂武器 愤愤地说道 只有忘掉图纸 你才能有意识地去 思索材料的本质 要不你先走吧 我在这里听听 这家伙都有些什么疯狂理论 陆离思聊过去一条信息 给了他一个很抱歉的眼神 水精灵又不练铸造 在这里听一个疯子胡扯 实在浪费时间 看布里维夫十全的架势 一时半会 恐怕很难说得进行 没事 其实他说的似乎很有道理 这或许是你的一个机会呢 认真听讲 别搞小动作